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 乔纳森海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主攻道德心理学、商业伦理 以及复杂社会系统 2013被展望杂志评选为世界顶级思想家 正义之心探讨了道德判断是从何而来的 作者认为道德判断源于直觉 而非理性思辨 作者利用其社会心理学背景 和25年来的突破性研究成果 向我们阐述了道德是如何既约束我们 又是我们产生分歧的 以及宗教和政治 如何在同样的道德基础上构建了社会 事实上 驱动道德判断的是我们的情感而非理性 几千年来 西方哲学一直强调理性和逻辑比情感更重要 这种观点仍在盛行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情感不应该被视为逻辑的附属品 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 达玛西奥 证实了在处理信息和道德判断方面 情感的作用比人们以往认为的更加重要 达玛西奥研究了因脑部受损而没有情感体验的患者 并且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做出任何选择对他们而言都毫无差别 试想一下 生活中你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对你没什么影响 这就是达玛西奥患者的生活现状 他们考虑得很周全 但是丝毫没有情感投入 因而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显得漠不关心 因为他们对伴侣朋友和同事不再体贴 他们的社交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情绪不仅在处理信息方面意义重大 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会牵动我们的情绪 这些情绪会不由自主的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约恩的一项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受试者需要观看一系列 包含图片文字和图表信息的幻灯片 虽然幻灯片展示的是一些随机的信息 比如几何图片或者胡乱的图写 但是这些幻灯片也会给受试者带来影响 这表明情绪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 随时在指导着思想 行为和道德判断 因此你要相信 当你处理信息和做出道德判断时 情感因素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道德判断中 直觉第一 理性第二 如果有人问吃生肉对不对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种行为不管怎么说都是错误的 直觉总是驱使我们做出道德判断 在尚未形成理想思考的婴儿身上 也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 在一项实验中 测试者给六到十个月的婴儿 观看了木偶戏 这两个木偶一个善良一个刻薄 在看完木偶戏之后 大部分婴儿都喜欢那个善良的木偶 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 道德判断都是源自直觉 是天生的 除此之外 研究表明与理性判断相比 原始直观的道德判断 对成年人的影响更大 一旦做出了直观的道德判断 人们会用理性思维去支持该判断 而不是否定它 这种趋势在许多研究中得以证明 在这些研究中 测试者要求人们对某个情况做出道德判断 还要回答为什么做出这种判断 以一项研究为例 要求应试者回答近亲结婚是否正确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随后测试者虽然给受试者提供了一些理性的观点 支持近亲结婚 大多数受试者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判断 这表明与理性判断相比 直觉的作用更强大 大多数人认为道德判断是一个独立刻板的过程 不受个人利益或者他人看法的影响 然而自我利益和自我意识都会影响道德判断 首先我们都会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研究表明 即使那些声称不会受他人想法影响的人 在陌生人给予不好的评价时 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 这说明我们对自身名誉的重视程度 连自己都意识不到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 当人们认为需要向他人证明自己的道德判断合理时 他们往往考虑的比平时更周全 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人在场 我们的道德判断也会被他人严重影响 其次自私也会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 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 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是非观 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中 受试者需要把一张纸条拿到另一个房间 同时研究人员还与他们口头约定好了酬金 受试者到达指定房间 并且将酬金条交给出纳员所要报酬 这时出纳员故意读错了一位数 给了他们更多的钱 但是只有20%的受试者意识到了数额错误 有趣的是如果收银员明确询问他们酬金是否正确时 60%的人会承认有问题 并且返还额外的酬金 这表明大多数人都会被利益左右 但前提是他们没觉得自己做错任何事 因此我们的道德判断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 为了维护良好的声誉 以及追求自身利益 我们的道德判断很容易会动摇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利益 但是都基于相同的道德基础 如果有人利用你 你可能会鄙视他 并希望他受到惩罚 在所有文化中都有相似的倾向 不过这种道德本能是从何而来的呢 根据道德基础理论 公平是普遍道德基础 而普遍的道德基础 是所有道德本能的根源 并且适用于所有文化 为了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因此道德基础其实是适应性进化的产物 比如不平等总会引起社会混乱 因此人类形成了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基础 公平 这就是公平如何成为人类行为基础的 公平包括合作以及互惠互利等等 所以我们喜欢与对我们友善的人合作 并且厌恶那些利用我们的人 但是即便所有人都有共同的道德基础 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中 道德基础也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表现出来 比如在亚洲 父亲常常被视为一家之主 例如印度妇女在为丈夫和男性客人提供晚餐后 会退到厨房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亚洲人对家庭权威的解读 与大多数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在西方文化中男女都是平等的 这表明尽管权威有共同的道德基础 但由于不同的文化 权威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不同层次的人群在道德层面有非常大的差异 几乎所有的心理学研究 都是基于一小部分人群进行的 即WERID人群 这里的WERID是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来的 中文就是西方的 受过教育的 工业化的 富裕的和民主的 WERID在英文里是怪异的意思 我们因此就把这部分人称为怪异人群 实际上怪异人群最不具有代表性 比如研究表明怪异人群的道德价值观支持个人主义 而非怪异人群更强调集体和神圣等价值观 这意味着非怪异人群倾向将家庭 民族和宗教置于个人需求之上 而怪异人群几乎只关心个人权利 但是当亚洲人和美国工人阶级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 答案明显不同 非怪异人群会做出道德判断 即便乱伦没有造成伤害 但是仍然十分丢脸 并且犹如先人 与强调集体和神圣的道德感的人群相比 怪异人群像是局外人 因为他们在道德方面只关注自由和个人权利 进化使我们变得既自私又无私 许多人会认可 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行为都是自私的 我们想更有钱 更幸福 并且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然而 与此同时 人们也能展现出令人震惊的利他主义和无私精神 在911后 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驱车数百公里来到纽约 希望参与到救援中 从废墟中挖出幸存者 为什么人们会既自私又无私呢 首先 在个人层面上 自然进化可以解释人类的自私 纵观历史 人们在进化过程中竞争拼杀 无情的个人竞争塑造了我们的思维 但在小组层面上进化 也使人们能够愿意在组内合作 当小组竞争时 合作最佳的小组占上风 因为他们为小组的利益而团结协作 因此在小组层面上 合作是适应性进化的直接产物 当早期的人类开始分享时 他们在狩猎 采集果实 抚养儿童和突袭乡邻部落方面的能力 显著增加 这也使他们与那些不团结的部落相比 更加繁荣 因此 共同目的是一种群体适应性 它创造了合作 劳动分工和问责 风潮可以增强人们的集体意识 和组内凝聚力 如果你在运动会中和其他观众一起欢呼时 或者在狂欢中舞蹈时 迷失在这种集体狂欢中 那么你就体验过像蜜蜂一样 拥挤在一个蜂巢里 这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以及为共同利益奋斗的渴望 蜂巢抱团是真实存在的 由于适应性进化 每个人的大脑中天生都有一个蜂巢开关 团体仪式产生的激情和狂喜 使集体利益凸显 并且将众人凝聚在一起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蜂巢开关在适应性方面 具有很大优势 因为它使群体更加团结 也因此更加成功 很久之前 达尔文曾指出 团结合作的小组 往往会打败自私自利的个人 神奇的是 即使旁边没有其他人 也有一些方法 可以开启我们的蜂巢开关 让我们产生一种无私感 并且与宇宙相连 例如一种称为赛洛西宾的迷幻药 可以触发蜂巢开关 在一个实验中 服用赛洛西宾的人 感觉到了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统一 和一种深刻而积极的连接感 通过开启蜂巢开关 人们在小组中 可以获得合作的能力 并且能够放弃自身的利益 宗教可以产生凝聚力 无私精神和集体道德感 许多科学家不相信宗教 这是因为这些科学家 只关注宗教的一个功能 即宗教意志信徒理性思考的能力 这使得信徒盲目的跟从 一些科学家声称 宗教信仰是一种幻想 它阻止了人类科学和现代社会的进步 这些科学家说的有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宗教团体的道德体系 只是美化自己的宗教 同时妖魔化不信教的人群 那么他们确实可以做出出格的事情 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宗教具有创造约束力的优势 上万年来 宗教将我们的祖先约束在一起 通过共同的道德 帮助他们创建集体 不仅如此 宗教习俗和信仰的传播 使人们更加团结协作 因此宗教的确可以产生凝聚力和信任 以十九世纪在美国成立的二百个公社为例 有些是按照宗教原则成立的 有些则是依照世俗原则 猜一猜哪类公社存活的更久 公社成立二十年之后 仅有百分之六的世俗公社还在运营 而还在运营的宗教公社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九 秘诀就是宗教的仪式活动 会使个人在团体中产生凝聚力和信任感 此外 宗教信仰和习俗 有助于集体增加利他精神 数据显示 与世俗人士相比 宗教人士为慈善事业捐了更多的钱 而且做了更多的志愿工作 他们不仅向宗教慈善机构捐款 还向世俗慈善机构捐款 比如美国癌症协会 通过强调信任和集体活动的重要性 宗教是团体内整体的利他精神得以提高 在拉拢选民时 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具道德优势 尽管是民主党向人们宣传 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财产 但是为什么 工人阶级还是会投票给共和党 也许是因为这些选民 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道德倾向投票 与民主党崇尚自由道德相比 共和党的保守道德 与自身更加契合 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倾向 仅仅局限于关注关心 公平和自由 因此 民主党的政策是敦促人们 通过保护无辜受害者 使其免受伤害 自由主义者 还极度关心社会公平 指责富有人群 剥削底层穷人 关注公平 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主要诉求 此外 自由主义者还重视通过争取公民权利和人权 从而解放被压迫者 关心 公平和自由的主题 也是保守主义道德的一部分 但是体现出来 保守党最关心的 是为团体做出牺牲的人们 对于保守派来说 公平意味着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贡献 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自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 更少的政府管理 因为他们担心 政府将利用其权利来重新分配财富 更重要的是 保守主义的道德倾向 忠诚权威和圣洁 保守主义者近乎独裁般狂热的忠诚 清晰地体现在他们重视军事力量 以及对美国国旗的爱国之情 保守主义者在政策方面尊重传统 警察和长者 可见他们严重依赖权威 此外 他们对基督教性观念的传承 也使他们强烈呼吁这一点 因此在竞争活动和政治辩论中 对忠诚 权威和圣洁 心怀敬意的工人阶级 更加倾向共和党 而不是民主的 所以保守派 普遍拥有更广泛的道德基础 公共政策受到两极分化的威胁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都应该发挥自身优势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 激烈的政治辩论 人们已经司空见惯 令人担忧的是 似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派 越来越少 事实上 公共政策比以往更加两极化 这一趋势在选民中可见一般 在美国 从1976年到2008年 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人数 从27%增加到了48% 并且中间派或者人数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 这一发展趋势 对全世界造成了威胁 比如在2011年 比如在2011年 两党未能就提高债务上限 达成一致 这一决策的失败 成为了全球股市暴跌的原因之一 因此 目前最好的管理方案 应该是优势互补 自由派的主要优势 就是关心受压迫者 他们善于挖掘和利用政策法规 帮助受害者 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 民主党通过了一项法规 禁止使用千含量高的石油 因为这会导致环境污染 并且使上百万儿童的神经发育受损 另一方面 保守派也不应该为了帮助特定的一群人 而损害集体利益 为了不使整个社会福利受损 他们应该制止削弱传统机构的权威性 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几十年前 学生被赋予起诉老师和学校的权利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 这项举措削弱了教育权威 并且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环境 并没有为社会带来什么好处 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道德判断源于我们的直觉 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是直觉动物 而非理性动物 此外 理性思考引导我们拥有更加清晰的道德智慧 证明我们对自己和他人道德判断的合理性 维护我们的声誉 和自身利益 虽然基于直觉的道德 可能会将人们分为不同的团体和政党 但是通过了解我们所有的道德利益 都是基于共同的道德基础 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一点 本期内容的启发 如果你想说服他人 请在情感层面上说服他们 如果你想在道德争论中取胜 千万不要直接说你错了 你永远无法通过完全理性的论点 使别人认可你的观点 相反 如果你想说服对方 请先微笑 并且做一个好听众 从本质上说我们都是直觉动物 道德判断也基于道德直觉 因此如果你想改变某人对一个道德问题的看法 关注他的情绪十分重要 即使通过共情消除道德分歧很难 但是在表达观点之前 你也必须在谈话中表现你的热情和尊重 否则你很难说服他人 请记住 幸福源于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 而不是源于自身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心理更健康 你应该多参与集体活动 事实证明 参与集体活动 更能提升人们的满足感 世代进化过程中 我们的思维帮助我们集体团结在一起 研究表明 参与团体活动 对个人健康至关重要 因此 幸福不是源自个人 而是源自自己和团体建立紧密的关系 好了 乔纳森海的正义之心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